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平洋高压往北移的关系 所以我们整个的东边 我们的台湾的东侧水气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在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地区的话 局部性短暂震雨的状况来得比较明显 那桃园以 午后的山区还有桃园以南的局部性的平地 也都有大雷雨的状况发生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连续这几天 过去这两天 包括未来这几天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就会比较比较剧烈一点 好 所以记得要带拔伞 好 但是在没有下雨之前 中午的话还是非常的高温炎热 好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三个县市 这个是属于有高温特报的 这三个县市当中的话 包括的是花莲 花莲跟高雄 这两个县市的话是橙色灯号 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 另外的话屏东是黄色灯号 是36度以上的高温 好 所以还是蛮炎热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今天天气一样的热 然后下午的雷震雨 显得天气比较不稳定 好 但是关键还在于说 下个礼拜 等于是这个周末到下个礼拜 要稍微注意 在南海跟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扰动 成型的几率越来越高了 那这个气象看家吴德荣 他看到预测相关的天气的模式 这个台风的行程的几率也来得高 说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两个地方的热带扰动成为台风的几率 都提高到70% 好 但是提高到70%之后 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发生地 其实对台湾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但是间接性的影响 就是说可能周围的相关天气系统 影响到台湾的部分 会带来比较不稳定的大气 所以到时候的降临雨几率 会来得更加的明显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但是直扑台湾而来的几率 是来得比较低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礼拜的高温 还有接下来下个礼拜 可能会一些热带扰动 对于下雨来说的话 消暑比较有些帮助了 OK 好 所以这些都是跟今天天气相关的讯息 那就算没有36度以上 连续高温的天气状况跟现实 也都是温度很高了 都差不多33到35度左右 所以还是要注意多多的补充水分 进出冷气房的时候 千万不要感冒了 因为现在还算是在防疫期间 所以自己的抵抗力 自己的免疫力 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是会来得比较好的 OK 好 看完天气一样讲到的疫情 就来看看疫情了 疫情的话 这个就是礼拜一个礼拜二 数字下来一些下来的蛮明显的 所以大家似乎心情也放得很宽 但是昨天又起来了 这个昨天大概又回到了4万4千多人 单日新增感染 然后也回到了103个人 一次破百 这个是死亡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比起礼拜一的数字 很立即的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一的数字 很快的又回升到了 又回升了1万多 好 所以昨天装人想也特别说了 这个前一天才说 我们的确诊人数不断的往下降 所以预估呢 这个7月中大概就可以降到呢 单日破万的状况 会降到万以下 但是呢 昨天改口说要到到7月底 好 所以目前呢 我们疫情下降的速度 可能没有那么快 所以呢 昨天的反弹 其实看起来呢 让大家可能又对于 这个接下来的疫情缓和的速度 又有重新的估算 所以装人想说 要到7月底 单日呢 才可能跌破万例以下 好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 这个有关于下一波 又到了下一波 下一波的话呢 BA.4 BA.5 这件事情 在昨天我们讲到说呢 台大的儿童医院 黄利明 这个院长 这个提醒 可能到9月份 那看起来的话呢 我们的指挥中心的预估 也差不多 这个庄人想昨天说到8月过后 所以8月过后听起来应该就9月了 恐怕会有一波小的疫情 所以他认为这波的比较小的疫情 应该就跟BA.4 BA.5呢 开始从境外进来有关系 然后呢 但是他比起这一波来说的话呢 应该规模不会那么大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入境的人数限制 是不是要放宽 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能要等到7月份观察一下 再看看啊 因为这段时间呢 我们现在入境 虽然有放宽 但是啊 这个就是放宽到是每一天是25000多人嘛 那但是很多人当然就就有一些意见 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国人啊 我们国人第一个从海外回来的 先前因为要隔离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他可能就延缓了回来的时间啊 那再来一个就是要打算出去玩的 本来过去的话呢 可能恰伤也好 这个旅游也好 都因为回来要隔离那么长 也就是呢 有点止步 但是现在的话呢 回来时间缩短了啊 所以不管是原本在国外要回来的 或者还是现在出去 想要出去 然后再回来的 呃 人数很可能呢 在国人的部分的话呢 可能对已经远远超过25000了啊 所以呢 这段时间会看到蛮多的声音啊 希望呢 这个人数呢 能够有所限制 要不然的话呢 就把国人跟外国人给分开来啊 有不同的这个数字的限额 好 但是目前看起来 呃 不管怎么说 这个总数应该都是希望能够放宽的啊 但是指挥中心说是不是要放宽这个限制 等到7月上旬再来看 好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有他的一个考虑的点在了啊 只是说到底我就说我们跟呃病毒毒的共存的心态啊到底呢到呃大概呃普遍了没 那这样的决心跟我们家的准够够了没啊 因为在国际之间也确实这一波呢 呃是疫情都起来了啊 那昨天看起来新加坡第一次破万啊 就这段时间下去了 昨天突然间破万 他们也讲得非常的白啊 非常的直接 他们认为跟这段时间呢 B.A.4 B.A.5呢 呃呃大家国人呢呃呃 放假了出去玩 去欧洲玩带回来的有关 所以他们说呢 他们认为他们B.A.4 B.A.5的疫情大概在七八月 就会啊这个呃小幅度的爆发开来 所以呃等于是我们的时钟是比别人晚 所以我们是说可能九月份我们会爆发 那其他国家的话呢 其实像欧洲已经爆发了 那所以呢等于是新加坡 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新加坡的疫情即将哦 可能要起来了 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要改变任何的防疫的措施了 包括入境 这是目前的新加坡的状况顺道一提 那所以呢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呃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哦 所以下一波哦 这部分大家要有心里面有点点底哦 那除了我们的入境要不要放宽 可能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外 再来的话呢就这段时间呃 疫情已经要下来了哦 但是呢呃就在我们说到的起来的期间啊 这个中间做好自己的防疫啊 所以呢有关于我们讲到呢 疫苗的施打啊 不管是呃六个月到五岁的 五岁到十一十一岁的 还有呢这个成年人或是高风险族群 施打第四季等等 呃这部分的话呢 还是哦再次提醒要 特别的有必要的话呢 就去施打 那昨天讲到的Novavix 就是那个次单位蛋白疫苗 呃这个部分的话呢 呃详细的时程昨天装人翔说了 说我们总共呢采购的总量是两百万计 呃六月底将先到货五十万计啊 那所以呢会希望缩短的这个风针检验的时间 尽快的在七月十四号开始就可以公民众师打啊 那就像我所说的呃这个Novavix他的副作用比较低啊 所以呢昨天装人翔也说了 所以呢有一些呃长辈啦 或是有一些比较担心啊这个高风险的族群怕呃 副作用高而不敢接种的话呢可能就可以考虑呢这个Novavix 而且Novavix他就是呃跟其他的啊这个搭配都很ok了啊 所以呢这个是疫苗的部分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虽然啊这个疫情稍微下来一点 但是我昨天我们就说这个数字还是高高上去一些些了 还是要注意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住院啊等于是我们的呃算是机构型呃 呃长照机构常驻机构型的啊这个部分的死亡跟中重症的人数呢 还是呃相对来说是多的啊 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装人翔呃他说的这个统计数字 从一月份以来这一波的Omercom的致死致死率啊 大概是万分之十五也就是千分之一点五啦 呃比起我们当初一开始啊在这个疫情起来前跟支出呃所期待的啊 这个比起什么纽西兰啊啊日本等等其实是来的高一些啊 那所以昨昨天壮人讲你不讳言说还是希望致死率可以再低一点了啊 所以呢必须要继续的加强诊断要够及时给药要够及时哦等等 那但是呢呃这个讲到呃虽然啊就是致死率比起想象中的来的更高哦 但至少呃没有啊这个嗯 常驻机构里面的来的高常驻机构昨天的统计数字是是呢 这个致死率啊百分之二点四哦这个真的是很高啊 这百分之二点四啊所以呢高于整体的致死率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虽然我们看到呢目前的呃统计也说我们的投药的呃比例呢 已经速度啊来的比过去快很多了啊 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哦但是这个部分的致死率还是高 我说这个部分呃怎么样照顾这些呃常驻机构里面的长辈啊 还有一些住院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啊 有改善啊但是呢也还是啊这个还不够 OK好那这个部分的是长照机构啊这个长驻机构里面的啊这些状况 再来的话呢呃小朋友啊小小朋友呢感染miss c啊 这个在昨天的出现最小年纪的状况了啊一岁才一岁多哦他就呃确诊感染了孩童式的多系统呃发炎症候群啊这个他出现的症状是呃嘴唇变红出现红疹腹泻等等啊那OK就发现还原来是miss c啊那目前的话呢是投影这个相关的呃肋存啦免疫球蛋白啦等等的幸好目前看起来呃 呃应该是已经出院了哦但是是一个最小年纪的好所以小小朋友的话呢其实呃也是要真的是特别注意哦那还有关于这个疫苗如果来的话哦可能呢就是非常慎重的要考虑啊可以去施打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国内啊这个相关的情形那我们刚刚讲到国际之间啊又起来那起来的状况的话呢呃在也是一样啊这个在通胖上面的话呢都是呢要过了礼拜一啊这个礼拜二之后呢才会比较高一点好在昨天的话呢 那群球63万多人单日新增感染啊所以呢很快的比起先前呢呃这个周末症候群的数字啊通往都是翻倍那呃破万的国家已经来到15个国家那一样的啊这个呃欧洲看起来呢最最多那现在亚洲而看起来呢也越来越升温好那欧洲的话有7个国家而且呢这个数字啊看起来颇惊人的先前的话呢是德国破10万今天的数字的话呢是法国破10万 范图呢来到了11而14万7000多人呢单日新增感染就需要马上回来 好回到啊来讯时间啊那么刚讲到了是呢这个国际之间的疫情啊这个开始又出现了另外一波啊那这一波的话呢包括呢呃这个新加坡也感受到了台湾的话呢事实上呢在入境的 这个扣官啊不断看到的是BA4BA5啊这个开始超越了BA1BA2啊这个事啊你也感我们也感觉到啊这个来势汹汹了啊那现在国际之间的话我们刚讲到法国的话呢是破了14万啊那这个意大利8万3呃德国今天的数字啊没看到那但是另外的话呢其他的国家像英国2万1西呃希腊2万 葡萄牙1万5西班牙1万3奥地利1万啊那这个当中的话呢英国的死亡人数117啊所以呢这个嗯在这一波里面看起来法国啊在这个新的啊亚型的变异株当中啊事实上是从这个非洲带过去之后呢算是比较呃快速的啊然后呢蔓延着国家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好那再来的话呢是呃在美洲部分美洲部分的话呢巴西今天7万多啊所以也还蛮多的死亡人数的话呢是242 那美国的话呢34000死亡的人数是172啊所以呢这个死亡人数的话呢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少那澳洲是27000那接下来的话就亚洲了啊这个亚洲的话呢我们刚讲到除了呢台湾啊还是44000在全球呃目前看起来呢确诊跟死亡的人数还是啊这个在前三四名啊那这个接下来另外的话呢就是印度1万8以色列1万2日本1万1新加坡1万1啊 所以我们刚讲到新加坡他们呢也特别针对这个状况呢呃有点警觉起来了啊那而且呢分析依照数字啊他们的卫生部长啊还特别出来开个记者会啊那就说明说呢这一波应该就是呢学校放假啊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家庭出去旅游亲子出去旅游年轻人出去玩然后呢带回来了让新加坡最近的确诊人数再次上升好那呃OK但是他们也就是说七八月份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的疫情提醒啊 这个新加坡的国人但是到目前为止了啊这个新加坡的话呢呃他们的施打疫苗的呃这个完整接种的已经有92%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高然后的话呢呃打追加记的也已经78%了啊所以他们并没有打算呢要改变他们的防疫的呃措施好所以呢就是新加坡那这个南韩的话呢也9800多也接近晚了OK好所以呢这一波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一新的别人是呃这个 眼前这一波呢二三月这一波呢大概已经下去了啊所以呢过了一个比较和缓的啊一两个月那现在接下来的话呢正在上升中那我们的话呢是在呃新是旧的这一波别人已经过去的我们正在呃目前的高原期将要下来啊所以呢呃我们距离啊这个下一步的时间可能中间没有那么多的喘息时间那只是幸好啊这个呃预估啊这个B4B5啊这个B4BA5这部分的话呢目前是说呢呃规模会 这个小一点啦因为他并没有啊他除了传播速度又更快了但是他的整个的呃这个带来的呃轻症啊跟无症状的还是居多那包括现在当然有也有更多的疫苗了啦啊跟包括这个啊抗病毒的药等等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比整个国际之间的话呢在整个的染疫的状况啊都是比较慢半拍这个慢半拍呢真的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们真的要珍惜这样子时间所换来的啊这个空间 一定要把一些过去没有做到的没有做好的事情一定要给做到做好啊抗病毒药啦新的次世代疫苗啦啊等等我想这部分都是很重要的OK好那另外呢呃跟疫情有关的好消息就国际之间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呢中国大陆的松绑了啦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呢在昨天呃他们的话呢所谓的双清零啊就他们的北京跟上海啊这个双双宣布在社会面的部分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呃清零 的状况啊也因此的话呢不只是呃这个北京上海尤其上海的话呢恢复了一些餐厅内容然后的话呢呃也呃有更多的像迪士尼啊上海迪士尼的宣布在7呃6月30号就要恢复营运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啊这个上海这个大的啊这个重要的指标性的城市的话呢是越来越放松那除了啊这个这两个大城市一个政治啊一个经济啊这个双重镇之外啊整个的啊 啊中国他们的入境啊在昨天呢正式宣布要松绑好那这个松绑啊这个嗯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整个的欧美股市啊马上啊包括油价都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牵动那这个松绑的呃部分也就是包括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呢去出去回来如果可以呢时间短一点的话呢出去的医院就高了包括进来的人的意愿也就高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呃等于是入境的人员隔离管控时间 从14加7他们本来是14加7调整为7加3呃这个是7天集中隔离然后再三天居家监测那同样本来这样子有严格规定的不只是入境还包括他们的密切接触者也是14加7那现在也改为7加3所以意思就是密密接接触者跟入境者都改成7加3好那另外的话呢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本来呢在中国他们是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去 管控的所以你知道染疫跟染疫的密切接触者都是要隔离啊不能够在家的都是要出去隔离的但现在呢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由集中的隔离改为居家隔离等于是可以在家了好所以呢这个目前看起来都算是啊这个比较呃算是大范围的不只是入境还包括内部的一些呃隔离管控看起来啊嘴巴虽然没有说哦这个放弃就他们的呃 社会面的清零还是维持的但是呢有关于防疫的措施啊目前呃的松紧度啊也朝向于比较呃更宽松一点点或是说呢更激动的啊呃呃有松有紧但是呢没有这样子一股脑通通都都紧了啦啊那所以呢呃这个部分是有关于隔离天数啊这个减少那再来的话呢这个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他们也重新划分了一下然后让啊这个能够出来活动的呢就 让他稍微可以出来活动哦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高风险的区域哦也还是要实施呢逐步出户上门服务啊这样子的一个呃口号OK好那不论如何啊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的显然的啊包括台商也好包括国际之间都很看好啊他可以看呃带动接下来国际之间的一些相关的交流包括呢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人流跟经济的付诸应该呢也可以啊来的比较的呃 这个嗯热络一点啊这个畅旺一点好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啊这样子啊面对疫情是一个这样的态度啦啊所以习近平他现在呢也本来啊还在观望是不是要去香港的那现在的话呢现在要是比较确定啊他是要倾赴香港呃去参加啊这个25周年的回归的呃既大庆那这个大庆我想更重要的应该是香港在过去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不平静啊 这个李家超当选特首之后某个程度他必须要能够去证明香港呢是在中国的重点的呃这个关键 好回到来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是呢这个中国他们放宽了入境的松绑啊所以呢这个对于防疫的呃这个嗯拿捏啊也出现了一些啊稍微的调整啊跟更多的弹性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包括呃这个在中国大陆内部对经济的期待 还有呢包括呢在国际之间呃都是一个好消息那包括呢这个习近平他的防港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也呃做了一些调整但我相信对防反港防港来说的话呢呃这个嗯防疫啊是一个小考虑了我想更重要的话呢应该是香港呃他目前的整个的嗯习近平去这个地方的安全程度我想是他们最关注的啊那所以呢呃他去这件事情具有高度 的象征意义啊等于在在先前历经的不管是反送中不管是历经了呃接下来呃延宕的这个呃特首选举呢后来的话呢终于选选出来之后呃是一个呃以警察为背景的啊这个特首来担纲那包括过去这段时间整个香港的一些呃民主跟法治啊这个在我们的眼中当然啊他是很明显的啊都已经你说还有一国两制啊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吗 嗯经济某个程度来说可能还有啊但是因为政治跟一些法治当中啊这个的一些不民主其实相当程度已经伤害了啊这个香港自由的气氛了啦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更需要在这个时候习近平他必须给这个香港 等于是呃非常强力的背书啊呃然后他可能会需要他说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谈话来稳定啊这个香港目前的状况嘛啊OK好那所以呢嗯这个部分的话呢 显然他在确定了他要呃这个亲自到啊这个香港进行呃这个参加啊这个相关的进典的同时相关的维安啊都做了一个最高最高层级的呃这个保护了啊这个目前的最新的讯息说他的保安安排是最高层级的啊包括近身保卫场地保安呃车队护送啊等等那昨天开始啊这港警就已经高调的反恐巡逻了那甚至的话呢有一些啊这个 还仅存的一些民主团体啊跟一些呃民运人士说他们陆陆续续的呢被国安警察约谈要他们的不要轻举妄动啊所以呢原本说有一些呢7月1号当天的示威活动目前的话呢都是通通取消那他们还对外说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因为情势艰难啊请尽情见谅啊意思是说我们不办啊这些相关的呃这个示威抗议活动了啊 那ok所以呢甚至包括习近平啊他要经过的一些区域还有一些像是行人天桥都要短暂的封闭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呃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严格而且甚至希望能够做到滴水不漏 那当然了我想这对呃这个习近平呃到香港来说是一件大事啊大家会看他到底怎么样谈论香港这件事情因为今天谈论这样这个香港这个事情不只是香港人关心啊国际制定看到西方阵营现在每次一谈到呃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权不是新疆就是台就是香港接下来就是台湾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香港啊这个来说的话呢习近平的到访啊这个非常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啊那他说什么做什么也是非常的重要 ok好所以呢这边是连带谈到跟国际的之间啊这个相关疫情啊的话题好但是呢啊就讲到这个国际之间因为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相关松绑啊所以呢算是呃比较有轻松的好消息所以呢昨天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啊这个国际之间的股市啊 是很明显的啊就因此上扬的包括油价也受到影响但是后来呢啊美国公布了一些经济数字这个经济数字呢很显然是受到另外一个呢非常呃大的变数就是通膨啊这个持续性的影响啊这个经济衰退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股价因此又啊这个接下来回落啊所以呢在昨天的欧美股市是涨跌互建的我给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在美国呢道琼公益指数呢下跌了491.31点收在30946.99点跌幅是1.56% 拿下指数下跌343.06点收在11000181.54点跌幅是2.98% S&PY呢下跌2.01%呃非常半导体跌了2.63%好所以呢就是美国的啊这个股市啊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数字而下跌好那欧洲三大指数呢都是上涨的最主要是因为中国相关的松绑消息带动因此而上涨德国呢涨了百分之0.35%英国涨了百分之0.9%法国呢涨了百分之0.64%好那OK 嗯不只是这个嗯这个欧洲股市涨了啊这个油价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当然担心供应的部分呢出啊还是有一些压力啊包括呢俄乌战争包括呢我们待会会讲到G7当中对于俄罗斯有进一步进一步的说法跟一些制裁啊那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在需求面啊他们认为哎就中国的需求应该啊接下来的话呢是有好消息传来的啊 所以呢等于是呃一拉一推之间啊这个昨天的油价也上扬在纽约啊这个西德州原油部分涨了百分之二输在每一桶117111.76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2.5输在每一桶117.58块钱美金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呃这个中国中国大陆他们的松绑消息带动那我们刚刚讲到另外的话呢就是比较利空的消息是是 美国的经济数字啊那这个经济数字到底怎么回事呢我给他们昨天啊是公布了几个数字了啊这个一个数字是一个经济资商会啊呃的conference board他们公布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在6月份下跌啊等于是先前密诗根大学的这个消费者指数也是下跌的那这个昨天是最新的一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是下跌的跌了4.5点 下跌到16个月来的新低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显现出来呃稍微想面对物价啊这个压力啊也因此呢真的是有点看坏啊这个经济景气的前景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涵盖全美国的啊这个叫做case shiller呃凯斯席的是房价指数啊那这个房价指数的话呢在昨天公布的话他的年增率是20.4啊比起呢3月份的年增率是20.4啊 年增率20.6还要少了一点呃怎么解读呢意思他增加的幅度放缓了啊所以呢这个放缓的话呢是过去呢一年多来呢第一次放缓啊等于记不记得这一次疫情刚刚开始呢呃放松之后美国的房价突然间是大反弹的大大大家都要去买房啊 因为已经闷了一两年的时间了啊那但是啊而且这个资金没地方去因为现在新前的资金大方金通通大放送啊好但是呢这样子一个房价飙涨突然之间的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逆转啊所以呢第一次放缓啊所以显然的有关于房贷利率的节节上升这件事情已经让很多民众呢无力负担买房了其实台湾也是马上回来 好回到啊蓝轩时间啊所以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美国啊这个相关的经济的数字一个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一个的话是房价指数啊那个房价指数的话呢也刚好我看到的今天我们的经济日报啊头版头条报道的也就是我们的预售屋的交易目前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啊这个前四个月呢全台湾的销售的金额跟建数大减三成左右啊所以全年的买气恐怕出现了 六年来的首次的衰退啊那这个部分当然跟利率上升是有关系的啊OK好所以呢这些部分的话呢就是国内外其实都是联动的啊那OK好所以呢对美国来说的话呢这些数字因此而让原本的早盘算是开高的美股啊转眼之间呢包括像是五大科技啊这个龙啊这个大哥通通的都下沙啊那所以呢呃这个股价表现的就比较 呃惨淡一点OK好那我想呢重点当然还是在于呃俄乌战争了啊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呃俄乌战争同时啊等于是G7啊等于是G7啊这一次的峰会三天嘛啊那专件就是在谈俄乌战争啊所以呢有关于俄乌战争的呃话题在昨天呢正式闭幕啊他们发表了一些联合的声明啊那这个联合声明有一些比较是大范围 大战略的说法比方说针对中国大陆啊所以呢这个东间呢第一次把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拉近来谈呃呃特别强调的就严重关键啊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新疆跟西藏的强迫劳动然后的话呢也再次强调要信守维持香港自由跟高度自治 然后呢还第一次批评到啊这个中国大陆非市场的呃政策扭曲了全球的经济啊所以这是比较明显算是批评那不只是提醒啊这个点播而已是批评啊这个中国的非市场啊这个政策也是干预市场了那另外的话呢也再次的提到了维护台海的和平跟稳定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岸的议题好那当然会谈到 台海的话呢会特别点到中国除了我们讲到这个G7很明显的包括北约啊可能接下来要登场啊他们也会呢呃很比较罕见的啊把他们北约本来是关注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而可能会拉到跟中国有关啊那这部分就他们是啊这个中俄呃可能未来的一些联手跟互动啊把视为一个小集团他们都是他们的崛起或者他们的存在对全球的秩序呃充满了挑战啊甚至是 呢有可能是一个威胁啊所以呢讲到俄乌战争呃这个部分的话呢在昨天闭幕的G7也特别提到啊我们心里有讲到过说他们想要给俄罗斯石油设上线嘛啊但我说这个其实真的有点难啊但显然的啊他们想到了一些也找到了一些方法啊打算继续研究啊也应该可能希望能够实施 那就是啊他们想要用一些跟俄罗斯石油相关的金融服务跟保险服务还有一些相关的船运来跟俄罗斯的原油价格挂上钩意思就是说呢好如果说一些国家或者一些厂商你要进口石油你要用到相关的保险你要用到相关的船运你要用到相关的金融服务的话 你等要承诺你在买这个石油的时候买俄罗斯的石油呃有个天花板啊等于是要有个价格的上限跟区间啊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呃呃呃抑制啊这个俄罗斯因为欧洲不买他们的石油他们却卖给其他的国家呃然后呢呃这个价格啊看起来的话呢呃不管是打折呃呃卖啊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 他的总数他的营收啊这个在国际能源署六月份的报告显示呃在国际制裁俄罗斯的石油之后俄罗斯的原油出口量虽然下降但是营收上升好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呃就是你根本料想不到那么多的制裁看起来痛到了西方的经济但是对俄罗斯来说的话呢根本 不能讲说是毫发无伤但至少的话呢对他来讲不够成让他逼得必须立即停战啊这样的一个呃威胁啊OK好所以呢这是呃G7啊他们的闭幕上面特别提到的这一点是一个新的啊这个希望能够采取呢这个油价上限但是呢目前的说法是在研究中啊所以呢呃怎么采取什么时候采取还不知道那再来的话就最好去呼吁中国了哦就呼吁中国虽然一方面批评中国的呃这个市场干预但是呢也呼吁 中国呢再次呼吁希望呢他们能够劝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看到啊这个G7呢闭幕的时候呢谈到的俄乌战争好但是呢我想呃眼前的话一方面是对于战争的关心二方面是对于战争的外溢效果所导致的呢呃这个能源跟粮食跟金融 哦这个相关的危机来进行因应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天然性是这样的但是呃这个部分的话呢蛮好玩的啦这个G7这些领袖们不是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呃这个山边开会的时候呢总是会聊聊天啊呃今天有个报道说呃这个媒体记者偷听到马克宏跟拜登说哎这个沙奥地阿拉伯哦跟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闲置产能有限 那他们在讲到有怎么样去呃控制油价去压抑油价跟物价的时候谈到了一个就我们刚讲到的想办法给俄罗斯的石油的价格设上限再一个就是鼓励哦这些中东国家产多点油呃但是呢对外是一套一套说法正在努力中但是私下的话他们就听到马克宏说他们的闲置产能有限应该没有办法提高石油的产量哈哈就是我刚说的这个这个这个话一说出来之后的话呢 昨天油价上涨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就是中东国家显然的没有办法配合啊这个呃西方世界啊尤其是美国跟北约来啊这个增加他们的产能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呃这些方法都在想但是各有各的一些可能问题跟难处跟时间的快慢好所以呢目前的油价啊跟整个全球的物价其实压力还是蛮大好所以呢讲到全球的物价呢呃除了能源粮食很重要 啊所以呢呃G7昨天呢也也啊这个做了一个决定啊说要提供呢45亿美金的呃这个金额来援助因为乌克兰的穀物未能出口而粮食短缺的47个国家好但是的话呢呃这个距离联合国的粮食计划署说今年啊因为战争所导致呃缺粮的状况他需要的金额是222亿美金那这个45亿美金 美金真的是差太多真的是不够OK好所以呢这个目前全球啊所面临到的这些危机虽然啊这些西方世界国家在挺武汉的同时是有一些动作想要去舒缓的啊但是呢最核心本本身当你战争没有啊停止的时候这些部分的话呢其实能够达到的舒缓效果目前看起来似乎都是有限的OK好那这国际当中的话除了这个部分的话呢还有很多的不平静 马上回来 这时间有这么多的一些经济的外交的往来也因此呢视他的崛起为一个挑战等等啊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应该啊他在呃北约他们会达成的一些战略的目标会把中国啊这个呃怎么样子对应中国啊那这个放在这个里面那我觉得他们虽然在嗯外交的语言上面尽量不用什么威胁啦啊用很中心的挑战啊来讲但事实上呢呃应该已经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战略的敌对的一个对手了而且呢呃认为是他跟俄罗斯 他同时的可能彼此之间呃包括先前我们看得到的呃包括金专五国的开会啦呃等等的呃在这个乌克兰的立场上面呃这个中俄之间呃等等我想都会让这样的一个集团化的状况越来越明显了啊那呃所以呢这次的北约会怎么开呃对于北约自己来说呃那对于全球的呃这样的一个呃两大集团的呃这个态势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所以呢在这个登场的嗯前夕呃这个 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也再次表示啊说这个北约就这个礼拜的峰会将是会就一个世纪以来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革那这个变革会是什么呢战备好所以我真的觉得呃这个世界也就在转眼之间啊一下子是疫情啊一下子这个战备突然间大家都在整军金五你们发现呃这是一个我们所期待的世界吗我是真的觉得越来越遥远啊距离我们所希望的和平 OK好那这个嗯但是对北约来说他们觉得啊这个呃问题非常的迫切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北约啊整体其实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啊什么德国啦英国啦英国的呃这个防长昨天也还再次的表示他们呢应该想要啊这个去增加他们的国防预算那更不用说临近啊这个俄罗斯的几个国家都已经这样子说了啊好那整个的北约啊也是他们呢要来呃让30万的北约部队啊这个进入到 最高度的啊这个戒备状态来应对啊这个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以及会不会有下一步好所以我想这个气氛啊整个来看的话呢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会成为一个很敌意的螺旋啊就是先上是啊这个你不要讲更长啊过去这段时间了就眼前来说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乌克兰的反击然后西方世界的加入呃然后呢再提高了战备那俄罗斯再进来啊中国再进来所以所有的事情 呢就越来越升高甚至的话呢连亚洲国家都去参加了北约的峰会啊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啊目前的整个的态势那也是我们刚讲到了这个北约啊在这一次他们呢要去让啊整个的战备再升级好那这个也是一样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三天啊这个三天的呃会议啊对北约来说的话呢他们这件事情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他们认为是冷战以来集体防卫跟嚇阻架构最大的一个变革好所以呢这个变革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呃战备的提升啦战斗群的提升啦啊要设置新的呃什么样子的一个呃飞弹基地啦等等等啊那现在当然另外的话呢包括呃芬兰跟瑞典也可以正式加入了因为呢土耳其说他们不再反对好像他们的阵容也会越来越大 大家对于呃俄罗斯的啊这个行动啊采取了相当程度的啊这个警备防卫的啊这个姿态OK好我想这是在目前北约啊未来这三天大家可能可以高度关注的啊除了北约怎么因应俄罗斯也还包括中国怎么样被纳入其中啊他会牵动到整个的台海啊那包括呢在中国会怎么样子去回应嘛那所以呢呃这个部分可能会因此啊也连带的呃 推高了啊整个的嗯包括东海台海跟南海的紧张气氛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的北约好那另外的话两个蛮重要的意外啊这个发生呃这个在跟俄乌有关的话呢就是呃这个Shopping Mall这个轰炸嘛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啦他是说他们认为啊他们到现在为止都还坚持他们炸的是一个呢美国跟欧洲国家援助的武器跟弹药库 那是西方的武器弹药爆炸之后自己引发了附近的呃购物中心起火哦所以他并不是直接去轰炸哦这个呃购物中心哦但是事实上目前看起来乌克兰这边他确实是直接被哦这个飞弹袭击了啊哦所以目前的话呢死亡人数不断的攀高现在已经造成了20个人死亡59个人受伤40个人失踪哦那所以伤亡人数持续的在增加当中哦那所以西方世界 说他们确信已经是俄罗斯攻击平民因此犯下了战争罪是哦那我想平民的死亡这不用说哦你不管是你说你误判你说你讯息错误你没有精准打击不管啊那结果都是平民确实确实啊因此而死亡那纽约时报的说法是说呢他认为了俄罗斯可能是呃秒准的对象错了啊他说因为呃被空袭的呃购物中心 距离一个战车的维修维修场不远啊所以俄罗斯可能是想瞄准那个战车的维修维修场就没想到啊这个呃造成啊这个嗯卖场的呃被攻击啊那不管怎么样死伤看起来呢是很惨重的那另外一个的话你想象不到的可能没有飞弹袭击但死的人更多的啊是美国呢在边界当中的移民走私啊这样子的一个偷渡案件这真的好惨啊这个是发生在嗯美国德州 美国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啊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向来因为他距离美墨边境很近啊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从墨西哥这个地方啊偷渡到美国寻求更好生活的偷渡客啊最常走的路径但是在昨天呢被发现啊有个很大的18轮的连结货柜车啊突然之间呢啊这个驾驶消失无踪那里面的被通报的时候是因为啊这个附近的人听到 微弱的求救生啊当警方赶到现场打开货柜的时候里面塞满了人啊一个货柜里面塞满了六七十个人里面的话呢已经有五十具尸体然后呢十六个生还者好那这个十六个生还者紧急的被送到当地医院去救治那这个华盛顿邮报说这是美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人口走私残案啊那目前看起来因为高温啊所以呢 你说温度有没有到夸张的高也没有三十九度但是他没有开空调那被闷在一个没有空气流通的地方所以温度高湿度高然后呢很长那段时间因为不晓得他被弃制多久了啊那门是从外面锁起来的那司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就不见了啊所以目前的话他们检警都已经在调查当中啊那这个尸体在现场呢说这个真的是呃堆叠的状况啊就通通堆堆在里面 所以可以想象他为了要真的是为了要偷渡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啊可能的生活但是呢在里面是挤到啊这个没办法那所以呢这个状况真的是非常惨那过去啊这个美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惨案是十九个移民啊这个偷渡身亡那所以呢但是从来没有这样五十具尸体的啊那如果印象所及的话在英国如果大家记得话前几年在英国啊他们也是有不少是 从中东地区偷渡的啊那一次也是在货车里面一打开三十九具尸体啊但是也没有啊这个呃美国这次来的更多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美国目前的惨况啊那你说美国当然了他可能被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呃梦想之地啊可以呢寻找更好的机会啊但坦白讲美国呢最近的整个的政治气氛跟民主啊跟自由呃坦白讲也越来越具争议性啊包括呢 最近的这个堕胎反堕胎法啊呃你在三个月之内的啊都不允许女性有任何的自主的身体的权利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持续的呃影响着美国啊各州之间的话呢还在啊激烈的拉锯当中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呢呃他曾经高举的啊这个民主自由的火把现在的话呢这个火把看起来已经微弱啊快要息了都不一定 嗯嗯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